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的一个聊天内容 然后接下来的事呢 大家又可能会想起来一句话 叫擦身文具多 它的仪器还是比较多的 咱们看一下下面这个 话说不像红蜘蛛 你要知道 咱们之前也跟大家提过红蜘蛛 红蜘蛛这个东西不是说 盘石洞里面那个蜘蛛 它不是那种蜘蛛侠的蜘蛛 它就是满虫类的 就是你放大镜里面看到的这种东西 你像一般呢 像白蜘蛛 黄蜘蛛 绿蜘蛛 红蜘蛛的统称 我们就是喊着红蜘蛛 这种都是属于叶满一类的 一般呢就是用阿维菌素 或者是带满虫满吃的那种杀虫药 一般呢 它是生长在叶子的背面 在空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呢 它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就会吸食叶片 它会跟植物的叶片同归于一 话说为什么生这种虫子 只要是没有叶片 它就不生这种虫子 好吧 发明呢也会经常遇到这种问题的 尤其是现在室内比较干燥 会觉得这种问题 大家可以用一种叫阿维菌素 或者说带阿维的 你比方说阿维比虫林 阿维定虫米 阿维晒虫琴等等一系列 带阿维的这种东西呢 喷洒到叶子背面 都可以起到一个防治的作用 好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点 也比较好玩 有意思的是 如果说大家遇到什么 那种解决不了的病虫害 也同样可以发图片给我 如果说我没有及时回复的话 我们克服是12小时在线的 7乘12小时哦 好了 就简单的到这吧 当然了 最近呢天气比较冷 大家多注意身体 我是老花一 也要花最任意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再见了